大臣教里有一句话要记住 一切法从心向神 这就是愿意 你为什么能成功 一切法是从心向神 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心向神的 就是此地所说的 那么一切法从心向神 被现代量子留学家证明了 我们看到的报告 是普兰克的报告 德国的物理学家 他一生研究物质现象 物质到底是什么 真的被他发现 研究这个题目 四百年了 多少人在研究 一个接着一个 到最近这二十年 二三十年了 被揭穿了 那物质从哪来的 念头 变现 幻想 不是这里 所以他发表研究报告 说这个世界 根本没有物质现象的存在 物质现象都是假的 跟金刚经常讲的一样 佛在金刚经常告诉我们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相就是物质现象 提出 这是先帝理论 以前没有过的 一心恐物 就是用念头 可以控制物质现象 懂得这个道理 就好办了 我们地球上 现在是一团混乱 地球的灾难 非常频繁 这什么情况 回过头来 再看看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 阿弥陀佛的基罗戏 庄严美好 到基础 那个地方 社会难得 那个居住的环境 没有在呢 什么原因 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 过过都是菩萨了 菩萨什么心 大慈大悲 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 大慈大悲成就的 那么我们世界 这个世界现在怎么成就的 贪嗔痴慢疑成就的 自私自利成就的 一对比 你就晓得了 我们这个世界 能不能变成极乐世界 答案是肯定的 只要地球上的居民 过过都能够有大慈大悲 那十几位人 这个地球就变成极乐世界 无量寿经上所说的 全都兑现了 极乐世界就在地球上形成 因为 物质环境随着念头转往 念头善 人天念到 第一次念头不善 就是 畜生 莫归 地狱 这是从哪里来的 从念头神 灰难大师也讲得清楚 我们要灰天的 他开悟 最后一句话是 何其自信 能生万发 自信 就是我们的真心 整个宇宙从哪里 我们自己心念 变形出来的 能生的是真的 他不生不灭 所现的 都有生灭现象 即时 时报装印度 看不到生灭 才有隐现 隐 就是灭 终身有感 佛有印 这就是隐形 我们这个感的心消失了 自信所信的像 也消失了 这个道理很深 佛受过了 谁知道 佛知道 除佛之外 还有四个人知道 这就说明 这种事情 不是佛一个人 独知 这四个人是谁 八地菩萨 九地菩萨 神地菩萨 神地菩萨 等救菩萨 这四个人知道 他们功夫 道恨 神地菩萨 他见到了 佛见到了 他们都见到了 那么七弟 以前 只能够说 听佛说过 自己 没有亲自 见到 再提升一击 就见到了 佛教 是科学 你听到的 不算数 要证实 这算数 你必须要证到 八地以上 亲自看到 这是真的 这个算数 否则是你听佛说的 听佛说的 一定要有证 佛法讲求的是 头一个你要相信 第二个要理解 第三个要真正做功夫 去修行 最后一个证 把佛所讲的证明 不到证 没有用处 信节 行政 四个不丑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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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